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斯朗普宣布将退出中岛条约 原因是俄罗斯违反了中岛条约 美国也不打算再遵守它 将退出该条约 同时还表示美国将发展武器中备 毫无疑问 条约一旦被撕毁 后果可想而知 美国肯定会大力发展中短程和中中岛 但俄罗斯也肯定不甘人后 美俄都这样卯足了境 其他国家也不敢丝毫松懈 这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协助的 美国的退出或意味着世界里战争 又更进了一步 美国呼吁中国加入中岛条约 特朗普22日表示 美国将退出中岛条约 中国应被门入中岛条约 同日 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表示 美面临中国非常真切的威胁 不想成为唯一受条约限制的国家 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五十的中国弹道倒谈不符合中岛条约 对此 十月二十三日 中方发言人表示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美将大方面退出中等 条约的有关表态 其中多次提到中国 而且我们已经就这一问题表明了中方立场 中岛条约是美苏之间达成的条约 是双边性质的条约 现 在美单方面退出却拿其他国家说是 这种甩锅的做法毫无道理 不可理据 中国以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坚定维护自己的正当国家安全利益 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讹诈 俄官员 中岛条约只有普遍性 据俄罗斯塔斯报道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 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认为 中岛条约应该具有普遍性 不仅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要加入该条约 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应该加入 科萨切夫表示 如果没有中岛条约 核战争会离人类更近 对中岛条约的批评是因为它只限制美国和俄罗斯 而俄罗斯从2007年就将这个倡议提上一世日程 但美国并未提及此事 他还表示 特朗普通过撕毁条约 进而完善条约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如果美国单方面退出 依然无法保证可以出现新的多边文件 但美国当然还有俄罗斯就需要摆脱这种局势带来的所有后果 痛批美国 简直是厚颜无耻 值得一提的是 科萨切夫趁美国总统特朗普挺呼吁中国加入中岛条约的行为 是政治上最高级别的厚颜无耻 英国和法国 美国的卫约盟友也拥有中程和短程导弹 其他核门坎国家 印度 巴基斯坦 朝鲜 以色列也有中短程导弹 认为消除美国的原政治对手所拥有的中短程导弹就是解决了 该问题 这只是试图为自己改变世界 为西方国家创造特别优越的安全条件 此外 相对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情况就依赖于西方的剩余原则 安全保护伞只会给那些行为举止正确的国家 他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 莫斯科希望得到美国更详细的解释 美国破坏中导条约的规定将或许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国家安全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在这一领域的任何行动都将遭到反对 版权说明本文为一流财经原创编乱 转载前请获得授权 转载后请注明出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